来自南方都市保播报 据法新社5月27号报道 日本紧急事态宣言25号全面解除 但有日本游乐园业者发布了联合防疫准则 呼吁民众搭云霄飞车不要尖叫 不要跟超级英雄机长等 超级英雄在跟邪恶势力血战时 也应该避免煽动观众支持 以免大家发出尖叫声 让可能成为病毒载体的飞沫悬浮在空中 游乐园业者称 这些准则不会将感染数降至零 但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28号8点 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16651例 死亡858例